小明奶奶 小明奶奶啊 这个事儿 你得回去好好想想 小明奶奶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给你拿她的手机打你看 天哪 这都快30小时了 这个老师你拿得这么多话 这快到我都年纪了 小明奶奶 不是这么多的作业 啥时间都写完呀就是了 小明奶奶 你看一下小明这成绩啊 数学18分 英语8分 语文考了28分 你说说 她作业也不行 这个成绩能提升上去吗 成绩不好 能愿意她写作业吗 自愿你们老是叫的不好 小明奶奶啊 那个小明啊 现在这么大的孩子 正是打基础的时候 她作业不写 就一点自律精神都没有 我们老师呢 在学校已经很努力的 给孩子养成这些学习的好习惯 你们作为家长 在家也要配合好老师的工作呀 你说是吗 哎呀老师呀 你说的这些吧 我们也不是不懂的 小明吧 在家省作业啊 说实话 我真帮不上帮 我自己 小学都没毕业 我会让人愁啊 这怎么办啊 小明奶奶 你也别着急 办法总会有的 可是我们老师 在学校 一个班级这么多孩子 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 召开的过来呀 哎 小明啊 是个苦命的孩子 她呀 是个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啊 是啊 这不 小明她妈 走的走 她爸呢 每天上班 忙忙碌碌的 也没时间照顾她 小明在我那呢 哎 我呀 也什么忙包不上 就只能照顾她的衣食住行 不然这样 让小明每天放学 在学校多待一段时间 我给她补补课 你看行吗 哎呀 老师 字不太好了 哎 小明奶奶 你说 那咱们该怎么办 孩子的学习可不能再耽误了 有证 老师 你来我们家 给她补兴兴兴 嗯 这不太方便吧 这有什么不发便的 哎 老师 老师 我问你一下 你结婚了没有 哦 海上没有奶奶 我这不是 刚掉过来 她没有稳定 哪有人跟我结婚啊 啊 哎 哎 老师 我给你电话对上吧 谁啊 就小明他爸啊 这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 我跟你说啊 我儿子可优秀了 你看啊 小明他爸呀 又高又碎 嗯 会挣钱 还顾家 翻街市啊 脾气好 还孝顺 哦 是我 站住 我明天把她给你带过来 就这个点 嗯 你们进一进店 哎呀不用 小明奶奶了老师 哎 你麻烦 我就不打扰你了 哎 小明奶奶 行了老师 哈哈哈 哎呀不用不用真不用 来吧 来吧 哎 我是不是在 你在这等一会儿 那就给你把老师叫来吧 哎 坐在那一会儿 来老师 给你们订问一下 这个是小明爸 这个是小明的老师儿子 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 那个小明太调皮了 给你添麻烦了 哎 没事 小孩子嘛 调皮倒戴挺正常的 小明这个孩子呢 也算是很聪明的 只要他好好复习啊 以后肯定能 考上他理想的大学 谢谢老师的肯定 回去啊 我一定要 好好地教导他 嗯 老师 怎么样 我儿子 我儿子还写吧 看起来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儿子 你和老师在这儿慢慢聊吧 我就先走了啊 哎哎哎 哎 我现在终于不用我看着写作业了 啊 老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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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儿 没事儿儿 老师儿 这不是马上就要跑试了吗 嗯 请您高开开说 你这是干嘛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老师儿 我先走了 哎哎哎哎哎哎 好啦 今天我们还是进出考试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对待 我不希望你们在考试的过程中交投解耳 好了 开始吧 你就这样来考试啊 怎么可能 我在诸董里写满了答案 一会儿我照点抄就行了 好了 咱们下面考试正式开始 你们上来留卷子 在留完卷子以后 你们的作品要共换一下 我的天哪 我的脚筒啊 对了 还好 我们第二天准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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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時間到了来 别操了别操了 你开始交卷来 好了别操了 交卷子 快一点 来赶快交交交 来赶快交交 你的就不用交了 嗯 为什么老师啊 因为你考试作弊 取消了本次考试的资格 好还有明天把你的家床也走了 我操 嗯 还有把你的茶也一起拿走 老师 我爸来了 白方黄 这是你爸 嗯 对啊 这是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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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